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州长也说 多数人奇迹似的逃出 目前救难队还在寻找受困的八位民众 尼古拉耶夫是通往黑海战略的港口 奥德萨的重要屏障 也已经连续几周遭到俄军的猛烈轰炸 乌尔第五轮的谈判出现了重大进展 俄国国防部长 俄国的国防副部长佛明表示 为了要增加跟乌克兰的互信 俄军会大幅减少在基辅 和切尔尼哥夫周围的军事活动 至于乌克兰也同意接受中立国地位 不加入任何的军事联盟 不让外国驻军 土耳其也声称 这是乌尔双方谈判以来 进展最大的一天 乌尔第五轮谈判 俄罗斯终于点头 减少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威胁 乌克兰也释出善意 我们提供的军事威胁 担任俄乌谈判第三方的土耳其外长 也见证这一刻 毕竟这回俄罗斯允诺将减少在基辅 和切尔尼哥夫的军事活动 并表达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立场 至于乌克兰则是愿意接受中立国地位 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 不让外国驻军 另外对克里米亚主权提议设15年 平沽期也被视为是在清除障碍 替两国元首会谈来铺路 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获丹麦国会邀请 发表演说 俄务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两国总统能不能进行峰会 甚至签署和平协议等了好久 似乎终于等到一丝停战曙光 俄罗斯承诺要减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跟切尔尼哥夫的战事 但西方跟乌克兰都喊话 要拿出具体行动才有说服力 美国总统拜登29号就表示 会看俄罗斯是否有遵守承诺 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泼冷水 认为乌俄会谈还是没有进展 包括美国国防 防部官员都告诉CNN 俄军的迎击战术群 有即将从基辅要撤退的迹象 认为这是俄军在基辅北部受挫后 做出的长期战术调整 而五角大厦发言人科比表示 撤离人数很少 美国认为这是变幻阵地 可能俄军会对其他的地区 发动大规模攻势 对基辅的威胁也没有因此而结束 乌俄昨天和谈也出现突破性的进展 停火可能性大增 美股跟欧股当然就双双应声大涨 投资人对俄罗斯的原油供应疑虑 也相对缓和 国际油价因此暴跌 美股开盘走高 汽车股进阳 苹果股价更是连续11个交易日上涨 美股四大指数奇阳 道琼指数上涨超过338点 标普收红也是1月中以来 首次收在4600点上方 而欧股方面开盘也是强劲上涨 收盘时三大指数涨幅分别在 0.86%到3.08%之间 至于国际的油价 西德州中级原油5月的交割价 来到每桶104.24美元 布伦特原油重挫两个百分点 就连俄罗斯的币卢布 对美元汇率都大涨超过10% 俄乌战事造成了全球原物料飙涨 金属涅价一度涨破每顿10万美元 涅是电动车电池的关键材料 现在面临短缺的窘境 专家就分析 随着电动车电池的需求量增加 涅矿供需失衡可能会成为常态 未来除了要发掘新的矿源 回收离电池重新利用 也成为兼顾环保的解决方式 俄罗斯开战后 经济制裁大手一挥 就连金属市场也跟着大震荡 这个是世界最大的製作者 主要的铁锅材料 使用在EV 所以如果您从这里来到这些材料 在这些材料里的盛装 没有可能会 他们会遇到这些目标 在他们在採取时期的时间 产量占全球总量的大约百分之九 因为受到出口限制 涅价一度两天内狂飙百分之两百五十 不得不暂停交易 所有积极发展电动车的车商 都跟着皮皮刺 就算能送人上太空的马斯克 也躲不过涅矿短缺的窘境 坦言这是电池要增产时 最让他担忧的部分 两款电动车也受到影响 宣布涨价 涅矿供应缺口难补 而且只有弟弟身处 开采出来的高品味涅矿 才适合制作锂电池 目前美国只有密西根州 唯一一间矿厂能够开采涅矿 而且预计2025年就得关闭 业者在明尼苏达州的塔玛拉克 寻找到另外一处矿源 已经接到特斯拉的大订单 塔玛拉克的新矿源 最快要到2026年才能量产 根本缓不积极 电池回收就成为环保 又相对快速的取得方式 不少电池回收场 有如雨后春损 专家认为因为市场需求大 未来电池回收的成本 渴望降低 但能源公司预估因为电动车销售增加 2022年金链的需求量将达到300万吨 2040年更是将一口气达到580万吨 以目前现有的链矿开采量 就算加上电池回收 链矿的需求缺口还是高达180万吨 专家担心在成本考量之下 业者会找上印尼菲律宾等国家 利用红土取得品质较差的链矿 再加以精链 原本环保的电动车 可能反而成为制造碳排放的元凶 业者在研发更环保的链矿开采方式 再搭配有效的电池回收 才能维持市场的供需平衡 TVN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疫情方面 大陆上海分阶段封城进入第二天 对于经济的冲击已经开始浮现 专家担忧 万一上海的港口出了问题 恐怕会冲击全球的供应链 让已经很严重的通膨加剧 而特斯拉的上海工厂也被迫停工四天 位于浦东的上海重民区 空荡荡的马路和街道 近待两天后的喧嚣 上海浦东风控 连同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也停工四天 从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曾在上海的工厂跳舞画面 就知道他有多爱中国大陆 去年7月疫情下 马斯克还推文大战大陆的经济繁荣 美国媒体报道 与其说马斯克喜欢大陆 不如说他爱中国市场 翻开特斯拉2020年 在上海的交付量是4.45万辆 2021年达到了48.4亿万辆 一年翻了3.35倍 这可是占了2021年 特斯拉全球交付量 93.6万辆的51.7% 换言之 大陆工厂的交付量 占特斯拉全球版图的半壁江山 随着上海特斯拉厂毫无预警 停工4天 给在上海的制造商 和依赖上海制造 或从上海运出货物的 全球供应链带来挑战 另外马斯克周一发推特表示 自己恐怕又感染了 不过几乎没什么症状 这是他在2020年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后 又再次确诊 TVB新闻崔仲群 陈向如综合报道 同样带您关注中国大陆议题 今天追踪第一线 在我们线上的是 TVBS北京特派林敏珍 无额战争爆发后 大陆的年轻人 最近掀起一波 金豆豆理财风潮 金豆豆就是指 重量大约一公克 像豆子一样大小的 小颗黄金 这也是目前 大陆电商平台 最夯的商品之一 为什么会有突然 出现这样的风潮 邀请敏珍来帮我们介绍 因为俄乌战争 大陆年轻人多了一个新爱好 就是存金豆子 所谓的金豆子 指的是重量约一克的精力 售价大约在人民币 400到600元之间 为什么要存金豆子呢 主要是俄乌战争之后 黄金的价格不断攀升 年轻人想买黄金 当理财的产品 但又没有办法一次买很多 所以就流行起 每个月买一点小金豆 有人还会把金豆当成摆饰品 放在漂亮的瓶子 拍照打卡 看准了金豆商机 现在大陆电商平台 都可以看到不少商家 都在售卖金豆 有的商家最多一个月 可以卖到上万粒金豆 就有市场分析师 对这个现象做出评论 他认为其实每个月买一点金豆 就好比是定期投资 通常长期稳定的投入 可以消除黄金价格波动的风险 所以金豆才会成为大陆年轻人 投资的新宠儿 还有另外一个热门话题 中国大陆两会期间 建议要公务员这考试 取消35岁限制 登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名 这个话题其实在中国大陆 已经讨论好多年了 许多人都觉得 这会让35岁以上的族群 面对就业歧视 大陆当地的情况是如何 大家怎么看呢 要继续请教敏真 在大陆参加公务员考试 年龄歧视在职场一直存在 但就他观察其中不少人 经验专业水准都不错 但找工作还是被35岁限制 35岁的就业门槛 刺痛了许多大陆求职者 就业困难的人 不再是过去低学历的人群 反而是高学历的群体 例如读完研究所 博士准备就业的人 又或者是网路公司里 飞升急走的中年程序员 温州大学研究员蒋盛南 已经连续两年在大陆全国两会上 建议公务员考试 要取消35岁的限制 他的观点是 35岁正是历经数年职场磨练 业务和待人都趋于成熟的时候 被排除在职场外 是人才的巨大浪费 更会影响到结婚率 生育率还有职业规划 将成为大陆很大的社会问题 他建议先从政府机关 和国有企业来纠正性别年龄歧视 对民营企业采取引导的政策 由政府部门招考做出表率 逐步开放公务员考试 35周岁的限制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 也有类似的看法 他认为放开35岁的限制 是大陆调整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增长 提高人口红利的重要配套措施 而中国大陆持续在软硬体方面发展 手机游戏市场相当庞大 他们当然也看上了 去年的手游市场高达907亿美金 占整体数字超过一半 这几年中国大陆的手游也兴起 多款的游戏都在国际上 有很多民众下载 专家分析 陆方投资的资本相当雄厚 加上许多游戏公司都取经日本 画风多元才会带起一波陆戏手游的高峰 同学们拿手机讨论游戏战略 人手一机的时代 玩游戏不再透过电脑或电动 透过网路玩游戏 方便也快速 随着智慧型手机的普及 以及5G速度的加快 现在很多人都把游戏 focus在手游这一块 而且玩起来特别方便 加上风格越来越多元 也让手游市场越来越大 手游市场逐年增加 并越做越大 根据调研机构数据显示 全球游戏市场在2023年 具备高达2046亿美金的产值 手机游戏将成为未来几年 发展快速的游戏类别 以2021年来看 手游在全球创造出907亿美金的收益 共性游戏市场 整年度一半以上的收益 台湾方面 手游营收位居全球第七 每位玩家产生的营收 名列全球第六 年营收成长更高达20% 其中中国大陆手游更是来势汹汹 包含像是元神王者荣耀等等 近几年在各国相当受欢迎 现在日本排行前100大手机游戏 约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大陆 专家分析 中国大陆手游画风多元 加上投资方肯出钱 买下日本游戏软实力 很多游戏是免费 近几年受到民众青睐 但专家也点出 这几类游戏大多取近于日本 虽然是免费游玩 但中间光是储值消费 所以就得花小不小 美术风格会受到大部分的喜爱 就是偏向日系风格 然后加上大家的就是可以自由度很高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自己搭配的 因为他们市场越来越广 已经不只有他们自己本地了 他们要慢慢推广到欧美 像美国像元神也是很行 他们会对于角色这方面非常的注重 因为他真的很漂亮很可爱 因为假如说你一直都在玩重复的游戏 其实游戏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开发出新的游戏体验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 不管是休闲娱乐 甚至说这些运动竞赛的部分都更有趣 游戏除去消费俗称的客金 一直在游戏当中 花钱买宝物抽卡或是更好装备 根据统计全球前五大客金国 美国5900多亿元排名第一 平均每个人客金花费1800元台币 日本4610亿元 虽然排第二 但平均每人客金是个国最高 金额达到3680元 中国3800亿排第三 平均每人271元 前五国最低 南韩1400亿排第四 平均每人2703元 台湾排在第五 560亿 平均每人花上2434元 他在推游戏的时候 他的敏锐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大陆开发的精致度 老实说也不输日本 所以他们的开发的整个的数值时间 都会比像日本的是一步一脚印慢慢开发 还来得快很多 课堂上讲究游戏消费市场 台湾原创手游 国际上也有竞争力 像是动画电影音色旋律 就是改变于台湾知名手游 其他过去电脑上知名游戏 包含天堂 仙剑等等 也在手游市场 有死终消费群 面对中国大陆 兴起来势汹汹 就算免费 也得注银客金量 通过游戏吸引力 让民众掏荷包买宝 来回下来消费市场越做越大 提配新闻越线好男一名 台北采访报道 而之前被扣留在加拿大间 将近三年的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 去年9月回到中国后就成绩半年 终于她公开露面了 周二在华为的年报记者会上 孟晚舟强调 在美方制裁打压下 公司规模虽然缩小 但盈利能力增强 年度尽力大幅增加了75.9% 然而实际上 这些尽力是变卖旗下手机品牌 荣耀等子公司而来 华为近年持续在优化 他们的鸿蒙操作系统 推出大量搭载鸿蒙系统 而且可以连接云端的设备跟装置 也朝向智慧汽车业来发展 去年九月与美方达成协议 结束近三年加拿大软禁 返回中国大陆的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 周二在深圳亲自主持华为年报记者会 六个多月来首次公开露面 上一次我参加华为公司的年报发布会 还是在四年之前 今天再次见到大家 特别是不同的朋友 承受到疫情的压力来到了现场 我非常感谢 会上曾经被官方拿来当作 爱国教育教材的孟晚舟 延续去年九月繁体深圳时 表现出的爱国情操 继续赞美祖国 与在加国期间强颜欢笑相比 会上穿着黑色套装 挽起长发的孟晚舟 气色明显更好 而她口中的华为精英表现 不但已经迈过最低潮 年度尽力更大幅增长 百分之七十五点九 研发能力 研发队伍 还有我们的研发平台 这才是华为公司 构建长期持续的竞争力的一个核心 但实际上华为尽力的增长 是来自于变卖旗下子公司 包括智慧手机子品牌荣耀 以及X86四伏器业务都已经出售 华为的年度总营收 则锐减百分之二十八点五六 仅有六千三百多亿人民币 不但写下华为史上最大降幅 营收更是退回2017年的水准 美国的多轮制裁 其实对华为公司的手机PC 这样的业务是受到了很大的承压的 那另一方面我想说的是 中国的五进建设 已经在2020年基本完成 所以在中国的五进部署上 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客户需求了 第三个原因是 华为和全球众多企业一样 在疫情下依然也承受了一样的压力 华为的轮值董事长郭平也坦言 华为遭遇的困境 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解决整个半导体的问题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非常满质的组合工程 这些技术重复开发 不一定有三页将军 在先进工艺不可破的困难下 单元技术的流行 遇到困难的情况下 为了挣脱由美国制裁导致的断新危机 华为积极开发与优化自身的鸿蒙操作系统 并且大力推动由鸿蒙系统所构建的 各种智慧装置与设备 上月底在西班牙巴塞隆纳 举行的世界行动通讯大会上 华为就推出一系列 搭载云端服务的智慧设备 与穿戴装置 甚至是VR相关的开发 华为年报更显示到2021年底 搭载鸿蒙系统的设备数量 已经超过2.2亿台 目前华为已经把服务重心 从过去手机为主的个别消费者 转向B2B的企业 同时积极投入智慧汽车 大家也知道了我们在2021年底 首次搭载HarmonyOS的车机也上市了 现在从数量上来看 是发展速度发展最快的头绪 目前华为最确定的道路就是 他们的OS我们没有在台湾发展的计划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大插曲 就是威尔史密斯因为不满台上的颁奖人 开他妻子身体状况玩笑 直接走上台 赏了对方一巴掌 这震惊全世界 在台湾时间29号 威尔史密斯在社群网站上面公开道歉了 说自己的行为他感到很羞愧 也认为失控是不可接受 及不可被原谅的 奥斯卡影帝威尔史密斯 在庆功宴上被捕捉到高举小金人 讲座忘情热舞 但他稍早才因为颁奖人克里斯洛克 在台上开他太太 结答平击的玩笑 打了对方巴掌引发讨论 对此台湾时间29号上午7点多 威尔史密斯社群发表声明 他说自己成为了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 自己失控的行为是不可接受 及不可原谅的 为此感到很羞愧 但关于妻子健康状况的笑话 让他无法忍受 威尔史密斯强调 自己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而且很后悔 因为这动作玷污了 所有人原本美好的旅程 但在这之前 奥斯卡主办方美国影艺学院 也发出声明谴责威尔史密斯 表示已经展开正式审查 将以章程法律采取进一步做法 最严重可能取消会员资格 威尔史密斯一巴掌 让全世界都下了好大一跳 而现场有人目击到 演员单左华盛顿 在广告时间上前调解 更拍肩劝说 随后威尔史密斯上台时提到 到达人生的最高点必须要小心 因为正是恶魔找上你的时候 这句话也是单左华盛顿告诉他的 而原本从开播开始 收拾一路走地的奥斯卡 在威尔史密斯的巴掌前 大约只有960万人收看 而在克里斯洛克被揍后 收拾人口直接冲上 1740万人 比去年高出32% 只是威尔史密斯打人巴掌 似乎并非首次 有网友挖出 2012年他参加MIB星际战警三首映会 突然被男记者突袭亲脸 随即大力推开对方 还打了一下巴掌 10年前的影片 随着这次事件再度浮上台面 TVBS新闻里研制 时日天台被报道 回来我们的追踪第一线 今天现场是TVBS的 国际新闻评论员于文奇 文奇午安 午安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跟文奇就请教 好莱坞男星威尔史密斯 他这冲上台呼了颁奖人 克里斯洛克一巴掌的事件 在典礼过后其实还在发笑 那这一切的导火线 当然了 就是一个自以为幽默的玩笑 其实现在好多触及敏感议题的地域梗 真的不是每个人都笑得出来 要请教文奇 美国人一向都重视幽默感 这次的事件是不是也凸显出 美国现在对政治正确的拿捏 要更加小心呢 是的 这次打了一巴掌 打出了非常敏感的政治正确问题 我们先来看 克里斯洛克这个主持人 本来就是开玩笑出声的 那他开过各种各样的玩笑 而且都是社会非常敏感的议题 但是过去呢 大家就是听听而已 不会太认真 因为这是他的本行 但是呢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呢 可能演员Will Smith 就是觉得受不了 所以上台呢 裹了他一巴掌 但很多人觉得就是说 如果这个笑话 是几年前说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裹挖掌 这个事情 因为这几年来 美国社会的变化很多 社会议题呢 变得越来越敏感 因此很多都碰触到了政治正确 从这个种族 宗教信仰 肤色 外貌 残疾 性别 移民 到社会阶级等等 各种议题几乎都变得 非常的政治化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觉得受不了 好像美国社会已经变形了 过去呢 可以轻松谈笑 不会伤感情的 而且美国社会一向就是标榜呢 是有宽容度 重视幽默感 然后敢开玩笑呢 其实一种自信心的表现 但是现在好像大家都很怕说错话 在职场呢 如果说错话 可能就会被人事部门开除 那在社交场合 说错话的话 也会被大家谴责 那其实大家说最怕的就是 白种的男性 因为好像他们现在 只要一开口就会被人家觉得是 政治不正确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来 有这个川普现象的发生 因为很多人觉得太受社会的压抑了 但认为就是说 如果是过度的政治正确的话 会造成社会更强烈的反弹 这也是为什么看到社会的分歧呢 是越来的越严重 好那么来关注美国总统拜登 与到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面 乌克兰危机跟印太战略 也成为这一次会谈的主轴 李显龙是拜登入主白宫以来 首位造访白宫的东南亚国家领袖 双方就亚太地区的问题 乌克兰局势及双边关系来交换意见 会后两人也发表了联合声明 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也强调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拜登表示 即使在处理欧洲危机同时 美国政府也会快速采取行动 来落实印太战略 李显龙则呼吁 美国跟东南亚的国协 应该要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不过我们回来也要请教文奇 除了在亚洲 中东方面 以色列首次在本国的领土上 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巴林 摩洛哥及埃及等国家 来举行他们的外长会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也亲自出席 这次的会议聚焦在乌俄冲突 跟伊朗的核子协议 要请教文奇 为大家来解说 这一次的会议有什么象征意义 那各国他们有达成什么样的结论吗 是的 这次中东五个国家和美国 共同举办的 尼格夫高峰会议 在以色列的沙漠决行 这历史象征意义非常的重大 因为这四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 过去两年才刚跟以色列有正常的关系化 而且是透过美国协调成功的 在2020年底的时候 签的亚伯拉罕协议 其实就是以色列和各个阿拉伯国家 陆续关系正常化所签的一连串的条约 这都是川普政府从中协助成功的 最早是以色列和沙利联合大公国 和巴林三个国家一起签的 后来加入了摩洛哥以及苏丹 那再加上最早1978年 埃及签的还有1994年 约旦签的现在中东阿拉伯国家 是有六个和以色列有关系的正常化 那什么是关系正常化呢 第一个就是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 第二个是跟以色列有外交的关系 第三个是人民之间加强了经贸的往来 我们知道以色列自从1948年 建国以来呢 就跟阿拉伯世界其实关系非常的紧张 最主要是在巴勒斯坦的问题方面 但是毕竟也已经70多年了 我们看到以色列还是屹立不摇 而且在军事和经贸方面都非常的强 这也让阿拉伯世界认知到 不跟以色列有正常的关系 其实是不合理的 另外就是以色列的科技业 也是非常的发达 因此周边的阿拉伯世界是可以受贿的 在军事安全方面呢 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 其实有共通的忧虑 就是伊朗以及恐怖分子的问题 因此可以在合作方面找到这个共通点 那今天刚结束的 尼洯高峰会呢 其实是延续了亚伯拉罕协议的这个精神 那六国呢 历史性的共聚一堂来讨论区域安全的问题 包括了沃尔战争以及伊朗核武发展的问题 国际情势呢 是千变万化的 尤其沃尔战争之后 大家都开始在自己这个利益权益的衡量方面呢 非常的小心 但不管怎么样中东地区的稳定呢 还是世界上非常关系的 也是美国外交政策非常重要的一环 没错就像文奇说的 至少这对全球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毕竟现在乌俄战已经让全世界的人焦头烂额 今天谢谢文奇为我们带来详细的分析 另外我们要带您持续关注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 他也接受了美国公共电视网访问 明确地说出如果有威胁国家生存情况 俄罗斯他就会动用核武 但普京心中的这生存被威胁标准有多宽呢 许多人都还记得 他发动这场乌俄侵略战的牵强理由 就是国家被威胁 美国外交专家认为这只是恫吓 希望西方不要再插手乌俄战场 也有曾被俄国毒害的乌克兰政治人物 认为俄军战况不理想 普京很可能真的会因此不择手段 动用化武跟核武 听来熟悉 因为一个多月前 俄国总统普京就是以北约冬货为理由之一开战 因自定义国家受到威胁 而入侵了根本没加入北约的乌克兰 无论核武或化武 都是罔顾人命之策 2004年参选期间 遭以戴奥心下毒毁容的乌克兰前总统游身科 相信是俄方毒害他 也相信普京会不择手段动用核武 俄罗斯说了等于没说的 核武底线其实就是恐吓 国际废核武器运动执行主任 瑞典律师费恩呼吁 永和国家们放弃核武器 但若普京根本不在乎化武汉核武有多伤人 也就无从约束他 先看看他如何对待自己的子弟兵 路透社电话采访了几名车诺比核电厂轮修员工 他们目击占领核电厂的俄军 没有穿戴任何保护装备 就开着装甲车穿过被称为红森林的高辐射危险区 扬起放射性尘埃 看着俄军如同自杀的行为 员工们更害怕 若军车不断扬起辐射尘将危害更多人 2月27日车诺比核电厂遭占领后 最后一次监测数据显示 辐射辆已是正常值的7倍 而这里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才100公里 就算尚未动用核武 俄军的鲁莽行为 也已把乌克兰境内多个核电厂 变成危险的卫报弹 面对普京恐怖威胁 乌克兰依旧民心不散 西部的利沃夫理工大学 把实验室变成小工厂 看起来像透明人皮 又像面膜的产品是伤口肤料 由海藻酸纳凝胶制成 这种水凝胶肤料主要功用 是加速伤口愈合 若要治疗不同创伤 还能把这种肤料浸泡在不同的药水里 再附贴包扎 经费拮据 现在一天只能生产500张 但总是好的开始 乌克兰人没有要认输 对内刺客这名铁匠 用各种蛋壳当材料 把战争丑恶改造成美丽作品 手榴弹上长出美丽玫瑰 2014年起 亲俄分离主义者在此掀起战乱不断 但铁匠先生心中却始终记得 这里曾是欧洲绿化绿 数一数二的城市 有百万玫瑰之城的美名 现在我后来工作 我还想做一个弹势 大概2,5米 然后女士会跳弹 弹势 弹势又是绿 绿绿承了 最难熬的时刻 还记得家乡从前的美好 留在战区内的乌克兰人们 此刻心里只能想着胜利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而过去一个多月来 逃往国外的乌克兰难民中 除了老弱富儒 还有一群国家培训多年的精英人才 像是芭蕾舞者跟马戏团团员 他们大多是十多岁的青少年 学有专精 却因为战争现在分别落脚在欧洲各国 他们即使寄人篱下仍然在积极找场地要来练习 期盼未来在异乡用一技之长来谋生 电脚脚尖进行日常芭蕾训练 舞者中有许多来自乌克兰的难民 他们逃离战火辗转落脚德国柏林 就是为了延续舞蹈生命 其中这位萨连科是柏林国家芭蕾舞团的首席芭蕾舞者 他出生在基辅 从2005年开始就在柏林表演 看到家乡同胞落难亦不容辞出手帮忙 我希望他们帮助 我现在可以理解他们的感觉 让他们失败的工作和失败的事情 当然是只是小工作 但我感觉到这种幸福 许多武者连夜逃难 只打包重要财产就来了 柏林国家芭蕾舞团 除了提供练习场地 也赞助库存的无衣无协 想重启芭蕾生涯的 还有出逃俄罗斯的二级舞者 不愿意收到普京政权统治 来到柏林寻求协助 新有个场所定期练习 同时在欧洲各地寻找新的演出机会 乌克兰的艺术人才众多 这几位基辅马戏团艺术学院学生 也来到捷克向布拉格马戏团求助 有25年轻人 出生的状况 他们的父母还在这地方 在那里的战场 我们试图他们在联系上 他们是他们的联系 他们是未来艺术人 这就是他们会做 他们有一个独立的机会 继续做这些学生 因为很多学生 他们不在这些学生 烏拉格马戏团提供培训场地 食宿也安排了英语课程 短短时间内促成了一场联合募款演出 将过去一个月 乌克兰人的经历融入在表演里 乌克兰团员还特地为观众 准备了道地罗颂汤 另外一支乌克兰甲籍女子足球队 也抵达德国科隆继续练习 战争开打当天 他们正准备飞往土耳其一地训练 俄罗斯炮弹打过来 只好临时在旅馆避难 等了两个星期 才在移居德国的同乡帮助下 整队来到德国足球俱乐部 乌克兰的年轻基因们 不愿意只被当作难民看待 继续在异乡找寻出路 不浪费祖国多年栽培 用自己的专业找饭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北韩在上礼拜自称 成功试射火星17型洲际飞弹 还高调公布影片 现在被南韩国防部抓包造假 南韩国防部认为 上周试射的是2017年 成功发射的火星15型导弹 研判16号试射的火星17型 在平壤上空爆炸 引发民众恐慌 北韩当局为了要阻止谣言 安抚民心 才选在最短时间 再试射火星15型为替代方案 向国内外营造出成功假象 不过美韩双方不敢大意 美军考虑在南韩部署战略武器 阻止北韩的军事调性 而南韩总统文在寅终于跟后任总统 尹席越碰面 周一傍晚两人相约在清瓦台 共进晚餐 这也是两人时隔近两年 再次面对面交流 尹席越他曾经是文在寅 清典的检查总长 如今身份大不同 文在寅文英两人 会晤长达近三小时 是历届新旧总统 会晤时间最长的 不过选后第19天才见面 也创下有史以来的最迟记录 虽然说现在两个人 他们的会念象征终结大选分裂 但专家学着眼里 两人没有共同发出声明 宛如像表面功夫 大选后一直指纹楼梯响 那和准总统尹席越 和总统文在寅 周一终于见面 文在寅亲自来到大门口迎接 带领准总统尹席越 参观清瓦台 没有各界欲想的剑拔弩张 气氛还算融洽 虽然看起来有点小尴尬 但两人随后就进入清瓦台 长春斋共进晚餐 享用季节野菜拌饭 而这一待就是超过两个小时 这场会面距离大选 已经过了19天 创下历年来 新就任总统最晚会晤记录 不过碰面长达两个小时 51分钟却是历史之最 由于是闭门会议 各界好奇两人谈话内容 尹席越阵营透露 双方就防疫经济对策 补充预算案等议题 开成布公进行讨论 尹席越喊出追加50兆韩元预算 补贴自营商经济损失 但朝野始终没共识 文在寅认同这项美意 还是没提出具体方案 对尹席越阵营来说 筹措裁员仍是一大难题 不过对于闹得沸沸扬扬的 总统府搬迁国防部计划 文在寅则点头答应支援预算调拨 这番表态预期能平息相关争议 同时消弭大众对于国安空白的担忧 至于原先推测是否讨论 前总统李明博赦免一事 双方很有默契选择不谈 就怕敏感话题溢出又挑起战火 让矛盾和冲突进一步深化 尹席越和文在寅本原定 这个月16号就要见面 却在当天临时变卦 会传尹席越阵营布满文在寅操作跛脚 对于新任央行总裁任命案有意见 加上总统办公室搬迁未获得支持 双方关系一度降到冰点 翻看历届新就任总统碰面 就能一窥政权是否能够顺利交接 2002年时任总统金大忠和准总统陆武炫 在选后第四天就举行午餐会 2007年陆武炫和准总统李明博 则在选后第九天见面 政治立场相左的两人 会晤注定充满火药味 日后在统一部存废议题上 确实冲突不断 2012年李明博接见准总统蒲警惠 也是在选后第九天 但由于两人同属保守政权 谈话过程相对和谐 2017年蒲警惠遭到罢免 文在寅没能与他碰面 如今相隔十年再迎来政党轮替 尹熙悉和文在寅的会面 也特别引发关注 文影会历经一波三折 两人的碰面 象征终结大选分裂 国民团结的开端 但看在专家学者眼里 可能只是表面功夫 新旧政权是否停止撤走 有待观察 TVBS新闻综合报道